今天我们是修观世音菩萨的法 那 这个我刚刚念了 观世音是有过去 现在跟未来 观世音菩萨的过去是正法明如来 也就是正法明佛 那现在就是观世音菩萨 未来就是普光功德三王佛 在《高王经》里面有 就是他未来观世音菩萨 未来成佛的一个圣号 很多人不知道 普光功德三王佛 这个到底是哪一个佛 其实他就是观世音菩萨 未来成佛以后 他的称号 过去是佛 现在是菩萨 未来还是佛 他有三个称号 就是现在 过去跟未来 那么今天我们修观世音菩萨的话 以前我大部分都是穿白色 白色 白色呢 观世音菩萨大部分属于西斋尊 西斋的 所以穿白色 今天特别穿红色 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 这个藏密里面 也有红观音 也有红观音 观世音菩萨显现是最多的 他的显化 显化非常的多 显化 观世音菩萨非常的多 那么家 我在台湾的家里的观世音菩萨 他就有这个 熬龙观音 我这边是熬龙观音 那 右手边 就是熬龙观音 那 左手边 就是熬龙观音 就是熬龙观音 就有两个观音 两个都不一样 另外呢 还有观世音菩萨显现的 他显现的有三十二 三十二的主要的形象 三十二主要形象 也是一样的 百千亿化身 百千亿化身 所以形象很多 那今天就穿这个红的 主要原因是 穿红的 是 这个 纪念这个红观音 纪念这个红观音 其实像 在西藏来讲 他们的观世音菩萨 形象也很多 有这个 四辈观音是最多的 四辈观音 四辈观音也不一定 是穿白的 它也有各种的颜色 各种颜色 我们这里的观音 我们这里的观世音菩萨 这个果贤大和尚 那一尊是上面的 那一尊 那一尊是古董 那一尊是古董 是香港那边 香港会前世 这个果贤大和尚 他本身 这个 用海运 过来的 他有好几尊的菩萨在这里 这果贤大和尚 观世音菩萨很慈悲 他一直是在很努力的 这个度化众生 很努力的度化众生 他显现的非常的 非常的多 很多的相貌 很多的形象 甚至有天人丈夫 天人丈夫观音 还有任何一个地方 都有观世音菩萨 任何一个地方 都有观世音菩萨的存在 那么他有三世 三世的 我刚刚讲的 过去正法名如来 现前观世音菩萨 那将来成佛 就是普光功德上王佛 普光功德上王佛 就是观世音菩萨 跟大家 今天 跟大家介绍观世音菩萨 他是非常 他是非常 伟大的一尊菩萨 像我们高王经 高王观世音 就是一个菩萨 高王观世音菩萨 大面观世音 观面观世音 各面观世音 开面观世音 地道 大面观世音菩萨 高王 大面观世音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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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